这人哪一唱岁数就没跳票 过去一个月撒视频的更麻烦 现在好了 有老师和四星座对比 一个视频也能顶一个月 高盖片水果味 一觉睡五天也不费劲 音乐一更又短又快还没事 你们说对不对呀 对大爷 其实最新更新吧 是因为有个事让我挺郁闷的 就是这个 小独又开始找借口了 哎我说你能不能别插嘴 我就要插嘴 别闹别闹 这录音呢 我就偏要插嘴 好 是你要插嘴的啊 对就是我要插嘴 你别后悔我告诉你 后悔就要插嘴 对对对 就要插嘴 哎真讨厌 这吃个冰激凌 关什么灯啊 大叔叔就是那个变态 快抓住他 hello大家好 我是小独 最近没怎么更新视频 绝对不是因为被插嘴表 主要是像我这种平日里 手握极移命案的男人 一到休息日就免不了 要被各种八肝死打不着的亲戚 拉去赴宴 当然赴宴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看着别人成窗成对 自己还单棍一根 要随份子 实在是爽胆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也悄然而至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光棍节了 有往年不同的是 身边戏文爱的情侣 似乎不再是以前学生时代 打打闹闹的儿戏 越来越多的朋友 开始结婚 甚至生子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全世界单身的人 好像只剩下了我一个 不知所措 莫名其妙的烦躁 经常会想 为什么那个谁谁谁 那么差 还不有对象 或者我比那个谁谁谁 好多了 为什么他不喜欢我 之类的问题 当然有这种想法的人 一般俗称空虚寂寞冷 用生理科学的说法 就是青春期之后的性骚动 我们外加更年期体现的忧郁症 为了尽快治愈此类病症 我觉得还是得找个 日久生情的女朋友 并解决生理和心理上的 双重隐患 方便上出 不黑女王 属女人妻 亚洲舞 那个没有 但其实大多时候 男女之间是否能够交往 并非取决于单方面的选择 也就是说 就算你理想中的女朋友 真的出现了 人家也未必鸟你 毕竟男追女 隔左杀 女追男 隔层套 隔层杀 如何找到更容易攻略的妹子 才是日久生情的大前提 你得先有个女朋友 那么今次我就继续 店长推荐 在关棍节到来之际 祝各位单身汉满 一臂之力 接下来就进入本期的主题 知己知彼 方能百炮不带 寻找那些最容易攻略的妹子 在爱以色各类绅士游戏中 攻略的少年们 应该了解到这样的规律 亲密度是达成攻略最直观的条件 而多次的邂逅 正是增加亲密度的主要方式 且不仅仅在游戏中 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 毕竟相爱的前提是要相遇 没有交集的两人 是不可能存在攻略与被攻略的状况的 那么我们不妨做一个这样的假设 如果一个长得还算不错的妹子 是你的邻居 你们轻微竹马的一起长大 几乎每天都能见面 她对你也颇有好感 而且时不时的还给你家送些东西过去 是不是就能很顺利的走到一起了呢 电影《怦然心动》告诉我们 理论往往和实际是存在偏差的 女主角朱莉 对男主角布莱斯可谓是一见钟情 可朱莉的举动却让布莱斯觉得反感 并用最坏的想法去理解朱莉 为她付出的行为 讨笑朱莉家的房子 认为朱莉送来的鸡蛋有病菌 觉得从二年级就开始喜欢她的朱莉 是一个纠缠她的大麻烦 可谓是白给不要倒贴不成 不得不说 这他们样的长得帅就是不一样呀 为了这王八蛋居然还有妹子们 在学校大大出手 不惜花重金赢得和她一通午餐的机会 要是换了专业单身20年的我这种臭脚 自然是秉承着有不成大拟不到的社会法则 啊日后再说才是王道 当然期间并非风调雨顺 布莱斯也因为自己的不成熟 险些失去朱莉 后来了解到更多的事情 对朱莉主动讨好 最终才走到了一起 这也恰巧说明了一个亘主义院的真理 那就是男人追求女人时 就要向足球队的前锋 追寻胆大心细不要脸的三条方针 用尽浑身解术 排出艰难万险 目的是在一炮度地 并且在这之后就要扮演门将 防止别的进攻球员射进大门 而女人追求男人就像是钓鱼 只是用行动告诉这个男人 请你追求我 意思是拉开架势 垂下鱼线 愿者上钩而已 当然即使那条鱼是龙王三太子的钓鱼者 也依然会保持他的矜持与高贵 撒出的鱼儿纵使对方不去理睬 也不会下到水中亲身着鱼 这样的主动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是难能可贵的 那往往就是这种撒鱼儿的主动 才会被讨厌 也往往是这种青梅竹马的熟悉 才会被忽略 也许当这份主动 这份熟悉消失的时候 才会感觉到曾经的那个人是那么的好 怎么以前没有对他怦然心动呢 用一句歌词来说 那就是 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 贱 而现实生活中的你 可能不会像电影中的布莱斯那么幸运 及时的发现了这一点 大概要到很久之后 那个曾经喜欢自己的女孩子 嫁做他人时 才会幡然醒悟 要是真的到了那时 也只能可惜为时已晚了 那么你看爱情啊 就是两个人一起犯贱 突然有一个人不犯了 另一个就傻逼了吧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青梅竹马 并且为你主动抛出鱼耳的妹子 就请别总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她 放下你固有的成见 回头看看那个被你甩在身后 渐行渐影的女孩 别说什么好马不吃回头草 因为马吃什么 关我们蛋事 当然对于攻略妹子来讲 这个结论仍不是重点 重点是 布莱斯的故事告诉我们 长得帅才有人追 由此可见 青梅竹马这种耍流氓的设定 果然不是人人都能有的 那么我们不妨退一步讲 除去上述这种设定 平日里交集比较多 更容易攻略的妹子 就应该是身边的异性朋友了 听到这里肯定有人说了 你马这一点都不含糊 回头草不吃了 改吃窝边草了呀 兔子不吃窝边草 关键是兔子吃啥 关我猫事 是吧 中国语言莫大精深 对于马和兔子的这两种习性 我们完全可以用 浪子回头金不换 和进水楼台仙德月 这两句驳回 而我 就是那楼台上的浪子 只可惜这漫天的雾霾 我回头 即换不到金 也得不见月 突然感觉这种装逼的文艺枪 我休止啊 我休止 好了还是聊电影啊 就不要黑四娘了 《独色等待》 是2005年上映的 《爱情没有动作》的戏剧片 讲述的是男主角陈文 在与绿茶表刘蓉多次 炮与被炮 甩与被甩之后 又亲手将爱慕自己 多年的女汉子李静 送上了远行的火车 最后只能目送队友 事业有成 结婚生子 自己却仍独守高地的故事